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北的频道 那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台是苹果2021年最新发布的Apple TV 4K 那我这台是一台港版的32GB的一个配置 那大家也知道 Apple TV 4K呢,苹果最新版本也没有在大陆进行发售 但是呢,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必须在某宝上面去买 目前的一个价格大概是1400块钱左右 那咱们今天这期影片呢,就给大家来分享最新版本的Apple TV 4K的一个开箱 包括咱们简单的一个体验,以及最后咱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这台Apple TV 4K,它到底值不值得买 好了,那下来的话,我们先来进行开箱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开箱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 那我这一台的话,它是一个港版的32GB的一个配置 来看一下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好,那后面大家看一下这块啊,它写了这个它支持的这个流媒体啊 像奈飞啊,YouTube,还有包括苹果自家的这个流媒体 那中间这里呢,它显示支持这个AirPlay 还有这里它显示支持这个AirPods 就是苹果的这个耳机 OK,那看了这个外观以后 那现在我们来开始把它打开看一下里面的配件 好,那这个就是Apple TV的本体了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这个就是遥控器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说明书 还有这两个苹果的贴纸 放一边去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USB Lightning的一个线 这个应该是用来给遥控器来充电的啊 我们放一边 这个是Apple TV的电源啊 它这个是港版的 好,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Apple TV4K 盒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了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ple TV4K的这个本体啊 我们来撕下它这个 它还是沉甸甸的 我觉得还是有点分量的 然后后面这里给它撕下 OK 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接口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电源接口 然后中间这个是HDMI2.1的一个接口 它支持4K120帧的输出 以及8K60帧的一个输出 那最右边这个是它的一个千兆的网口 好,那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遥控器 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新款的Apple TV4K的遥控器啊 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新款的Apple TV4K的遥控器啊 如果说你是老版本的Apple TV4K的话 如果说你是老版本的Apple TV4K的话 也可以单独去购买这个遥控器的 那这个遥控器你拿在手里的话 还是感觉它这个轮廓 轮角 比较鲜明啊 稍微有一点点歌手的感觉 感觉就像iPhone12的那个裸机的那种握持的感觉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开关按钮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上下左右 包括可以触控的一个按键 返回键 就是加减 还有这个静音键 那它的一个右边这里 可以唤醒这个Siri的按键 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背面 这个遥控器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的设计还是 比较简洁比较漂亮 我个人很喜欢 那它的下面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lightning的接口 这个是用刚才这就是这根白线 用这个给它充电的这个遥控器 它是一个充电的遥控器 这个也是本次Apple TV4K升级最大的一个配件 我个人觉得这个遥控器还是挺不错的 OK这个遥控器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最后的话因为我买的这个是港版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港版的电源线 那如果说你也是买的港版的话 你需要配一个这个英标转国标的这么一个街头 这样你可以才可以在家里就是正常的使用 把这个插进去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家里正常使用了啊 那我这个也是在网上花了十几块钱买的 比较便宜 如果说你用的港版 我给你提醒一下 也可以买一个这个 这样的话 就不至于你用不了电源了 好那现在呢 开箱就到这里 OK那在咱们开始体验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 你要准备好你的非大陆地区的这个Apple ID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美国的或者说使用香港的Apple ID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是用了大陆的这个Apple ID登陆上去以后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内容显示的 而且是无法下载这个App应用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你要准备好你的网络 也就是你的网络可以顺利的去访问一些 啊海卖的流媒体啊这些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开始体验一下新版本的Apple TV 我已经把Apple TV打开并且连接到电视上面了 那值得要说的就是苹果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条 高清的HDMI线所以呢这条高清的HDMI线还是需要你自备的 好那现在电视上面我们按遥控器的OK键进行下一步 我们来开始激活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开始选择语言 那大家看一下啊我用遥控器来进行选择他可以进行上下滑动也可以选择而且非常的灵敏 OK那我也可以按中间的这个OK键选择简体中文 那下来到了选择地区这里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用的节点是哪里的你就选择哪里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香港的这个就可以 点击OK 好这里我们点击继续 这里呢我们选择保留当前格式 OK那现在呢到了激活iPhone TV这一步 他显示你可以通过iPhone来进行设置也可以通过手动设置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手动设置是如何设置 那手动设置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你 连接上了WiFi以后正常的输入你的这个Apple ID来进行激活 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用手机 如果说你有苹果手机的话用iPhone来设置的话会更方便 好我们点击一下 那到了这个界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iPhone拿出来打开蓝牙 还有网络 然后呢 把你的手机放到盒子旁边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看一下我把手机打开了蓝牙还有WiFi放到盒子旁边 他出现了一个这个弹框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点击设置来进行Apple TV的一个激活 我点击设置 然后他正在连接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电视上面出现了四个数字 我们把这个填到手机上面就可以 现在的话Apple TV他就正在激活 然后呢可能我们等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继续 然后这里点击以后 好点击以后 这个你就根据情况来设置 好选择以后 他默认的话 他这个平保啊 默认的就是右边大家看到的这个 默认的是这个我们选择以后 然后这里选择不发送 同意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到了Apple TV的这个主界面 目前呢还没有安装太多的这个应用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设置 点设置进来以后 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通用 那通用里面就是一些常规的设置 像平保啊 外观 还有像底下的这个Siri的一个设置 包括像用户就是你可以添加不同的用户 或者你的账户 Apple账户 还有下面就是视频还有音频的一个 输出的设置 比如说我点击来 那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格式还默认的是1080的这个格式 但是不得不说苹果的这个1080P也非常的清晰 不错啊 下面就是一些音频的设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隔空播放还有HomeKit 包括像遥控器的一个设置 那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遥控器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点按板 我们在使用遥控器的时候 这个上下滑动我觉得他非常的灵活啊 特别容易误触 如果说你觉得他麻烦你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 选成仅点按 OK 好那现在他就不会有这个上下滑动了 好返回 然后下面是辅助功能 还有像网络系统 系统设置这里面 可以还原 然后网络这里就可以 进行你网络的设置 那像我这种自动获取IP的 你可以在他自动获取IP你就不用管了 连上WiFi就可以 如果说你的这个WiFi是需要手动去添加比如说像旁路由啊啥的你可以在这里面点击OK键 在这里配置可以手动配置 OK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就不再给大家看设置里面了也就是一些常规的设置 那下来的话我就去啊 这个Apple Store 去下载一些App 就是这个电视上面的应用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那我已经在Apple TV上面安装好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应用啊 下来的话逐个给大家来进行测试一下 那在开始给大家测试之前呢 首先要说一下Apple TV的这个显示素质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把我这个很普通很普通的这个4K电视感觉把他的一个显示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那他的每一个图标我也觉得非常的清晰而且他这个棱角也非常分明 而且的话他的一个流畅度也非常的高 感觉就跟我们使用iPhone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好了那下来的话我们来逐个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YouTube的一个播放情况 好那大家看一下啊这个YouTube的这个4K视频非常的高清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画质 默认的话是4K的一个画质 在你网络条件可以达到一个情况下 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也是确实这个显示素质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统计信息啊 基本上 跑的我觉得还是挺快的这个速度 好那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内飞的一个表现情况 好内飞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正常播放我们可以快进一下 好非常的高清 好这个时候我把它暂停了 那暂停了以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我可以用遥控器也就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 触控面板这里 我可以转动他这个用拇指转动 他可以进行拖动 可以进行快进 这个就是Apple TV的这个遥控器的功能 OK现在就把他拖动到这里跑点OK 非常的不错啊 好让我们退出 那这个虽然说我的电视没有达到这个双度比的要求但是呢他能解析这个超高清的4K而且非常流畅的播放 这一点的确实非常的不错 好了那下来的话我们就不看内飞了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应用的一个表现情况 比如说这个腾讯TV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腾讯视频的海外版虽然资源没有这个国内的版本的比较多但是呢他的这个表现还是挺好的比如说没有太多的广告啊而且 看起来也整体比较清爽大家喜欢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海外版的爱奇艺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纯资源的一个播放 而且的话也没有太多的广告你就正常看就很棒 OK 好那测试完了这些流媒体以后 呃再有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小孩你可以用这个YouTube的小孩版本的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里面有各种的这个适合不同年龄段小孩的这个 影片可以观看 那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如何用Apple TV去观看IPTV 那之前有一期视频我有分享了如何观看全球IPTV的这么一个 啊视频里面有提到如何教大家免费去看 那其实在这个Apple TV上面也有这么一个 应用叫 Cloud Stream TV 这个在iPhone上面是可以下载的非常好用的一个客户端是免费的而且没有广告 那你只需要借助 或者说借鉴我之前的那个视频里面的方法把直播员打开来看一下啊这个我已经添加好了 有台湾的还有大陆的还有香港的这个直播员 我已经添加好了先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怎么添加啊你参考那一期视频点击加号 然后呢 点击这个 把名字 输进去以后然后再在URL这里 把那个直播员粘贴到这里就可以然后完成在 下载就可以了 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去观看这个IPTV 比如说我要看一下这个大陆的 这里呢有很多这个电视台比如说 桌上司台 非常不错啊 其实呢他还是加载的挺快的 中央舞台 ok非常的不错 那比如说你看一下台湾的频道他里面也有很多而且呢你点击这里也可以有分类 比如说新闻台啊这些 还是挺多的 那我就补一个播放了给大家看了 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在你的Apple TV上面去试一下下载这个 应用然后再 对应的去把直播员给他粘贴进去就可以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测速试一下啊 用这个软件 毕竟呢这个Apple TV4K的最新版他是支持WiFi6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速度怎么样 好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440兆 那我现在的一个带宽是500兆的一个移动带宽 那跑到440兆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速度 还是挺不错的 那我们最后来聊一下 Apple TV4K最新版 值不值得购买 那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来说的话 没有 值不值得 只有你是否有这个需求 因为只有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他才是最值得的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捋一下啊 如果说你对这种高画质的输出 以及这种稳定 流畅的操作 的一个需求 还有就是你可以接受这种 付费的应用以及各种付费的流媒体的话 那Apple TV4K是非常适合你的 因为他可以满足你这种各种高标准的一个需求 当然他也有一些短板啊 他不能安装各种三方的软件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你可能没有这么高的需求 你就是平时看一些 奈飞啊 油管这些流媒体 那除此之外 可能你就 喜欢看一些免费的资源 包括一些免费的盒子软件 免费的这些 IPTV软件 还有就是你喜欢去玩一些三方的软件的话 那其实以谷歌TV 为代表的这些安卓盒子 像什么 谷歌TV 小米的这个盒子 还有这个亚马逊的这些 电视棒等等 这些安卓的这些国际版盒子 其实都可以满足你 所以说 值不值得 主要是看个人需求 你有需求 他就是最值得的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 简单的开箱 还有这个体验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